神屬性講道法,其實基本上就是在講道的時候 我們有幾個部份會講的 首先我講,有些人說我都不會做傳道人,哪有機會講道 其實講聖經是我們很多時候都會有機會的 比如帶領小組、傳福音、幫助某人的靈命 我們都需要講聖經的 所以講道或者講解聖經,不一定是傳道人才能做的 是所有的信徒都有機會做到的 在我講道法裡面有些內容,我就解釋一下裡面有的內容 我會有一個部份講到人的反面例子和正面例子 為什麼我會講人的反面例子呢? 譬如如果我的信息是講到神的喜樂 譬如說我們要靠主喜樂 原文其實是我們在主女喜樂 在耶穌裡面rejoice in the Lord,我們在神裡面喜樂 那麼我們怎樣在這個過程中是讓人看到神的恩典 看到我們需要改變呢? 因為我先打出一個經文,比特慈珠二章九節 唯有你們是被簡選的族類,亦是有君主的祭司 是聖結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 要叫你們宣揚那照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那麼這裏就是講到神,神呼召我們去看重我們 叫我們去宣揚那位照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 那一位就是神了,神呼召我們離開黑暗進入奇妙光明 這位神的美德,祂的美善 我們的生命的目的就是應該宣揚神的恩典,神的美善 所以我們在講道裡面都會宣揚神的美善 那麼去顯出神的美善呢,就講出人的問題 跟這個有關的問題 然後講到神的本性,人是會更加體會的,更加明白的 那麼我就,譬如說到喜樂那樣,在主裡面喜樂 那麼我們可以講那個,就是可以一個引言 什麼叫引言呢,就是帶出一個信息 我們可以講到呢,人人都想開心的 但是呢,不是很多人真的開心的 有些人呢就會,忽然間賺到很多錢,他會開心一下 或者是有些東西順利,他會開心一下 但是他未必長久開心的 譬如很多有錢人呢,他不會長久說 哎呀,我住的房子這麼美,我的車這麼美,我很開心很開心 他不會的,他開始的時候可能一下子的開心 但是呢,不會長久的 那並且呢,他在他生命之中呢,是會有不同的問題 令到他呢,其實就算有錢的人呢,他也會有他的苦惱的 那,而且呢,人的喜樂是有限度的 譬如說,就算一個很…很樂觀的人也好 當他的身體有很嚴重的病的時候 或者他家庭很大的糾紛 或者呢,他的子女不聽話,離開他之如此類 當有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呢,人是… 就是完全是… 沒有辦法管理到他的情緒 是會很容易,是會很不開心的 就是人會被各樣的環境影響 以致他會失去了喜樂 那麼,在神裡面,其實我們都會有困難的 在耶穌裡面,不代表我們沒有困難 那麼,但是呢,在耶穌裡面的特色是什麼呢? 就是,神的同在是會帶來喜樂的 因為神的本性就是喜樂的 我們先講到,就是說,有講出人的問題 或者人的正…反面和正面例子就是說 人的反面例子就是,人是會…容易不開心啦 容易被情緒影響啦 這個就是人的反面例子 而呢,當人在這個情緒的問題之中呢,是痛苦的 所以有些人呢,有… 初初就是不開心,習慣不開心 慢慢變成了情緒病啊 慢慢呢,習慣性… 情緒不開心,情緒是負面的 一起床呢,就是負面的情緒 那麼…而…再不處理的時候 慢慢呢,變成有… 情緒病,或者精神病啊 有很多人有精神病呢 並不是一下子發生的 而是他長時間不開心,負面 那麼呢,就變成有精神病 那麼,所以這件事都是一樣 是我們需要… 面對的東西來的 那麼,而… 神呢,就很好啊 神是一個喜樂的神啊 祂是很開心的 天堂是很開心的 聖經說到呢 在天堂呢,一個罪人悔鬼呢 整個天堂都為祂歡喜啊 神呢,我們也都因我們呢,歡欣喜樂 很開心的 墨而愛我們 且因我們喜樂而歡呼 即是說到神呢,是一個開心的神來的 祂不是一個受煩的神 雖然有很多人聽過的話 但是神依然是喜樂 神依然呢,是愛他們 關心他們 很想他們得到神的恩典 能夠活得喜樂的 那…即是… 將神的屬性說出來了 神的恩典啊 那麼神做些什麼幫我們 能夠有喜樂呢 那這一陣子呢,我會… 那麼呢,神會做些什麼令到我們喜樂呢 第一,祂是喜樂的神 第二,祂能夠將喜樂傳遞給人 祂能夠將人的煩惱拿走 人的不開心,神可以將他拿走 神可以呢 感動這個人,軟化這個人 所以很多人讚美神的時候 會覺得自己覺得開心 在裡面發出來的開心 平安喜樂 就是譬如我自己 我一愛耶穌,一感謝耶穌 我裡面又有喜樂 湧流出來的 那這樣東西是我們可以學習到的 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學習到呢 就是…親近神呢 神的恩典就臨在了 所以神是一個很喜樂的神 也都能夠將喜樂賜給我們的 是一個很大的禮物 那麼就叫我們一生活得開心快活 不代表我們沒有困難 但是呢,在困難中 基督徒都能夠得勝的 那麼這個就是神的屬性和恩典 那麼…有一點呢,我就… 很重要的就是如何 如何… 那麼…在如何那裡呢 我都會說出為什麼很多人得不到喜樂 我最初呢,我講到就是… 人的反面例子和正面例子 解釋個經文,說出神的屬性和恩典 那麼呢,我也會說出呢 為什麼人得不到喜樂 因為人很容易注目在事情 希望事情順利 當事情不順利便會煩惱 人很容易會找到一些不好的東西 譬如有很多東西都好的 但是呢,她會看到一件事不好 她…譬如說她的太太有很多東西都好的 但是呢,一件事她的太太 可能哆嗦 那麼她呢,就會覺得很煩惱很煩惱 因為我太太哆嗦 雖然太太有很多東西對她好 但是她都會忘記這些的 那麼這個就是人呢 是很容易注目在負面的東西 人會很難洗掉那些舊的思想 那些不好的東西 人是會很容易被情緒控制 因為我們有什麼事發生呢 第一個反應是情緒 而很多人是不懂得管理情緒的 好了,那我如何呢 如何呢,我就會拆解回 為什麼人不開心的原因 就是說因為人看負面的東西 那麼我們信耶穌呢 我們知道這個神是很真 還有很多證據的 並且神是喜樂的神 那麼我們就看正面了 就是說神呢 他真的幫過我們很多次喔 他感動我們 我們讚美神的心就喜樂了喔 所以神是陪著我的神 是愛我的神 是幫我的 於是我們就會感激神了 就歡喜神 神呢,你真是一位很慈愛的神 我們從聖經和我們經歷到神的幫助 去感激神 那於是人呢 就會平安開心了 就是這個第一個方法 就是注目在神的工作 還有在聖經裡面 神講到的工作 我們都去紀念 去思想 哇,神你真是好了 那就 就算神所有做過的事 算我們得到的福氣 也都可以想像將來去到天堂有多好 我們一生可以怎樣被神祝福 那我們都去思想這些東西 越思想呢 心靈就越喜樂平安 那神的祝福就越大臨在我們身上了 那麼 另外一點就是 第一個是思想神的話語 思想神為我們做過的事 另一點就是親近神 啊 時時讚美神 尤其基督徒集體讚美神的時候 神的同在更強烈 神的喜樂更加強烈的 那另外就是 學會去處理垃圾了 就是譬如有時候呢 那些負面思想情緒啊 經常都想起一些不好的事 我們學習去清理了 人對我傷害不重要的 他不能夠拿走我的恩典 神給我的恩典 他不能夠拿走的 啊 他講的說話 我不需要永遠介意的 因為他的說話 只是留在空氣中 一秒鐘都不夠就消失了 我不需要觸實那些說話 我不需要反覆思想的 那這個就是清理垃圾了 那然後呢 我就可以選擇 我選擇喜樂 就是說我選擇 我想到神的恩典 我就開心 想到神恩典 不一定開心的 感謝神不一定開心的 就是感謝神 啊 多謝神 多謝神給我一切 不一定開心的 我選擇 哇 神給我這麼多好東西 所以我就開心了 這個有點像小朋友心態 小朋友是怎樣呢 哇 有雪糕吃啊 好啊好啊 好開心啊 小朋友就會 任何的東西他都會 容易開心 不過現在的小朋友 跟以前的小朋友已經不同了 現在的小朋友有時候呢 會很高要求啊 有時候就算父母給他一些好東西 他都要求 他就不會 不會很開心的 那呢 就 但我們有些 學那些單純的小朋友了 收到一些好的禮物 立刻很開心了 那我們就說 神啊你給我這麼多好東西 我選擇開心 我選擇讚美你 我選擇去笑一下 選擇開心 選擇不要想那些負面的東西 那這些就是我實際的 具體的方法 怎樣去又喜樂啊 啊 這個就是我們 啊 學習怎樣去幫助人啊 譬如我們就算 輔導人 我們都可以用這些的方法的 那當然 最好首先聆聽他 然後再回應他 好 那我之前所說的這個 神屬性 講道法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啊 有沒有 我等一下我會在那個 在那個群組那裡發出這個 就是怎樣這個大綱 這個可能的大綱 給大家看到 有沒有人有問題啊 OK 那沒有呢 我又鼓勵大家啊 你試一下找一個經文 那你就 你不用整篇道的 譬如你找一節經文都可以的 啊 一節經文 譬如我們剛剛在 啊 這個 事奉操練課程剛剛講到那些 福音聖查經 你可以用那些經文 你可以用其他經文 那你就想用這個經文呢 向人去講一個簡單的訊息 去幫助他 那我講回 就是我所講的 就是 那些要點啊 就是人的反面和正面的例子 譬如說 啊 能力 神會賜人能力的 那我們可以呢 就講一個反面的例子 就是很多人 很想有更大的能力去做到 有智慧聰明 有 方法怎麼做事做得更加好 但是很多時候是做錯事的 很多時候做得不好的 這個反面的例子 所以人很想追求能力 還有人是 一生病就沒有力了 一情緒化就沒有力了 那神可以怎樣給 就是我們需要神去給我們力量 因為人都是很多時候會被 被情緒影響啊 沒有力量啊 那正面例子 我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 在我們的訊息的中間 可能有時候會講到 神怎樣賜給我們能力 有些基督徒本來很軟弱 都有能力 那又就是神的屬性了 神是一個有能力的神 他能夠賜聰明智慧和能力 賜給我們 叫他能夠凡事都做得好 基督徒應該上班做工作 是比別人更加好的 思想更加敏銳 以及想到一些更加好的方法 那然後呢 就是為什麼人會沒有能力 有什麼原因難了他們有能力 什麼原因令到他們軟弱 令到他們低沉 沒有能力 那然後如何得著能力 OK 就是說 任何的主題我們都可以用這個方法 那裡面當然有識經 解釋經文 OK 好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那大家試一下做功課呢 那我們就能夠成長了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都有機會 可以用得這些方法的 好 那我們就祈禱一下 一起祈禱 復師 我問一下 譬如要準備一個講到五分鐘的 那你剛才所說的你的標題會是怎麼說的 那標題就是根據你想說什麼 譬如你現在想說什麼主題 你告訴我 那標題是說什麼 你說一下 例如你剛才所說的人想喜樂 但是很難 但是神祭次喜樂 那你的標題會是怎麼說的 那標題可以就是 譬如說 如何靠主喜樂 或者如何在主裡面喜樂 或者是聖過煩惱得著喜樂 其實這個就是任你選擇什麼字眼的 嗯 好了 那之後一開始就是 簡介 不是簡介 那些引言就是 你 是不是很難喜樂 怎樣得到喜樂呢 就是這些 然後就說 人為何難得到喜樂 而神呢 就是 賜喜樂的神 接著又說一些經文 是這樣的 是不是 好的 那那個大綱呢 我再說一次 其實開始的時候 那個引言 很多時候我會說到 那個問題 不是一定的 這個不是一定 絕對是說這件事情的 人反面例子 和正面例子 正面例子 那正面例子是可以 在 在中間某個時候說都可以 就是某個時候我們講到 神的正面 人的正面例子 那人的反面例子就是 譬如我們講 今天講的訊息 我們講到 怎樣靠主喜樂 我相信大家都很想喜樂的 很想開心的 不過的而且確有很多人不開心 有時候會煩惱啊 激氣啊 因為家人受傷害啊 那這個作為一個引言 然後呢就講到 神的屬性了 神是一個喜樂的神 那當然這些轉折呢 其實我們有很多方法轉折的 譬如說 我以前都是這樣 這麼煩惱的 不過當我認識耶穌之後 我發覺我裡面可以有喜樂 那我就發現到 原來神是一個喜樂的神 和神可以叫人喜樂 那我用這句說話來到 進入神的屬性 因此就這樣 一聲進去 不是一聲進去 不是一聲進去 可以說 我以前都是不開心的 不過呢 當我經歷神的 拯救我 和經歷聖靈 我就整個人都開心了 一路逐步處理我的生命 越來越開心了 那我就發現 原來神是一個很喜樂的神 神是一個 次人喜樂的神 那然後呢 就說出 為什麼人會不開心 為什麼 那這個原因 那然後呢 如何 那有時候我都會 加插一個部分 就是什麼呢 就是呢 警告了 警告就是講到 如果人 不喜樂的時候 人沒有遵從神 沒有做神奔赴的時候 後果是什麼 那譬如 我可能會講到 警告 我用警告的字眼 不是代表我用警告的口吻的 譬如我說 有些人覺得 不要緊 總之我這樣做人 就可以了 那喜不喜樂 沒有所謂 但是有時候他不知道 慢慢自己 進入了一個憂鬱的狀況 是整個生命破壞的 憂鬱的人是 無論哪一方面 他都很困難的 家庭關係很困難 人際關係很困難 工作有困難 侍奉神都有困難 他整個基督徒生命都有困難的 那這個有一個警告 就是提醒人 那個後果 那如果說到 不要犯罪的 那就說到罪 可以叫人 離開神 和神疏遠 所以我一會兒會打出來的大綱 你可以再問 有沒有需要再問 好的 那我等牧師的大綱 謝謝你 好的 祝福大家 還有沒有人想問 好 那我們一起祈禱 求主祝福我們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感謝天父 大家可以站起來 放鬆個人 感激天父 神啊你真美好 耶穌你真美好 神你是一個喜樂的神 神你是一個憐憫的神 充滿恩典 當我們去了解你更多 認識你更多 知道你的美善 知道你的屬性 知道你的恩典 我們就真是讚嘆神的大恩大愛 我們就歡喜快樂 當我們看到神 怎樣多次幫我們 多次祝福我們 不計較我們的軟弱 依然去感動我們 依然去幫助我們 我們多謝你 我們心裡就歡喜快樂 求主幫助我們 時時有歡喜快樂的心 時時有感激神的心 有享受神的心 叫我們整個生命被改變 求主使用我們 能夠使用神的懷疑 去宣講神的懷疑 即是一個短的訊息 一個短的分享 都可以影響別人 也可以在網上 發出一些經文的訊息 一個簡單的訊息 也都加上自己的形容 去鼓勵人 怎樣去親近神 怎樣得著神的喜樂 得著醫治安慰 得著力量 和家人關係和好 有自信心 很多的主題 我們都可以放在網上 去祝福人 求主賜給我們聰明智慧 還有動力 去給神使用 大大的祝福人 得著神的喜悅 生命高度的發揮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的大恩 求主和我們一起 更新我們的生命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祝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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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 來 倱 祝福人 祝福了 祝福人 祝福人 祝福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